大家好啊 欢迎观看我们今天的钢铁旋渊4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再来玩一下这个保加利亚 可以看到啊 这右边写着 自1878年解放战争和西方民主国家否决圣斯特凡诺条约以来 保加利亚已在巴尔干半岛的刀光剑影与空盟暗算中屹立多年 作为一战中被击败的旧同盟国成员 保加利亚遭受了惨重的领土损失 同时纳伊条约也对该国施加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军备限制 但随着欧洲的政治和社会风云变换 如今已经到了保加利亚 决定自身命运并找回其在巴尔干半岛应有地位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啊 马上开始 还是啊这个难度是常规 然后呢体制模式选中啊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进入了1936年1月1日的保加利亚啊 那么我们还是啊这个民运工厂空闲呢 我们就造一些这个民运工厂 不要造军运工厂啊 因为一开始我们收到了军备限制 所以说造一下民运工厂 然后呢这个科技啊 还是选择这个工业 还有这个工程学 那么我们这个科研选完了 把所有的军队选中 可以发现啊我们国家有12个师 这个不重要啊 那么现在呢军队也选完了 选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国家的民族精神 分别是第二次国难 随着上次世界大战的失败 那一条约逼迫我们割让了 如今分别属于南斯拉夫 希腊和罗马尼亚的大片领土 与此同时 国连直到最近都仍然要求我们尽快支付 巨额的战争赔款 这使得我们的经济兵临瘫痪 并且不可避免的债台高度 保加利亚的民族精神至今仍未真正从这样毁灭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这也难怪 为什么这项条约在保加利亚被公认是第二次国难啊 这项民族精神呢 会随着我们完全控制这个黄色字标示出的领土之后会消失掉啊 第二个呢是军备限制啊 光产产出减少 海军传物的产出也会减少 同时呢不能提升动员法案或者宣战 并且不能训练部队 解散部队或者编辑部队模板 也不能生产装甲载具 飞机或轮船啊 那一条约带给我们的一个后果 便是对我国武装力量的严格限制 我们不仅被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度 同时在部队士兵以及军规人数上也遭到了限制 此外我们禁止应有任何先进装备 同样也禁止举行任何军事演习 或者是制定作战计划 甚至连我军的步枪持有数量也惨遭限制啊 最后一个呢是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 每日获得的政治点数减少 同时呢稳定度减少10% 改善关系的速度减少15% 由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 在国内犯下的屠杀同胞的累累罪行 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关系 国家最终在1934年 对位于佩特里奇的该组织据点 发动了军事镇压行动 行动虽然导致该组织遭受了严厉打击 并且迫使其大多数成员逃往海外 但是如今在保加利亚境内 仍有一些该组织的残党活动 这一切使得我国在对外关系上 在绝大程度上仍旧处于困难啊 那么我们也是全部都看完了 就来选择一个新的国策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反对皇室专政 另外一个呢是权力归于沙皇 我们选择权力归于沙皇 在被暴里斯三世沙皇于1935年粉碎之前 环节集团在我国确裂了军事独裁的政治体系 而陛下也将此集权予以了保留 如今我等要向统合如此分裂的国度 那么是时候对其善加利用了 好的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权力归于沙皇的国策 获得了民族精神 沙皇鲍里斯三世 政治点数加10%啊 事实证明鲍里斯的政策 对保加利亚国家而言 百利而无一害 正因如此 沙皇陛下不仅在权贿阶层 乃至绝大部分特权社交圈中 享有圣誉 同时也在底层百姓中 拥有良好的口碑啊 那么我们继续 我们有两个选择 分别是解散军事联盟 和与环节集团合作 我们选择与他们合作啊 相比于独立 我们应该与环节集团展开合作 如果我们对其做出一定的让步 相信便能收获一个强大的盟友啊 可以看到啊 如果我们未能及时整合他们 那么他们就会发起一场政变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快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与环节集团合作的过策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决议当中 也就可以对他们进行 这个允许他们演讲 或者是支持他们啊 同样呢 也可以镇压他们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选择 可以允许他们 或者是封禁他们 或者是质疑他们等等啊 但是呢 我们一般选择支持他们 让他们对我们保持忠诚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继续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支持马其顿革命组织 另外一个是谴责马其顿革命组织 我们选择谴责他们啊 我们必须公开选择 表达对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反对 通过启动 旨在搜捕并消灭 仍在保加利亚境内活动的 马其顿革命党羽的亲往行动 一方面彻底清除 环节集团于1934年 兴起的原因所在 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努力改善 与外国的双边关系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 谴责马其顿革命组织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我们选择 沙皇陛下的政权 我们的国家 如今正因为数个派系 社会运动 以至被取缔的 政治组织的纷争 而四分五裂 如果沙皇陛下 只在最终将国家凝聚 与社会稳定 带回给保加利亚 那么他就必须行使 他作为君主完全的权利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 沙皇陛下的政权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 鼓动保加利亚民族主义 不论是在国内 还是国外 对我国的威胁 可能不计其数 但若全体 保加利亚人 携手并肩 我们必将在 接下来动荡的时代中 获得最终的胜利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 鼓动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 保加利亚民族统一主义 在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信条中明确指出 巴尔干地区的疆界 必须按照保加利亚国家的利益 重新划定 这一点甚至是 共产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也都表示认可 作为一项全体人民共同的目标 我们必须强调 重建大保加利亚的必要性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 保加利亚民族统一主义的国策 同时呢 我们这个第二次国难 变成了保加利亚民族统一主义 好了很多啊 只减少了10%的稳定度啊 终于不再有那一个 每周减少稳定度了啊 这个每周减少稳定度啊 这个稳定度就会缓慢的 一直往下掉往下掉啊 现在终于好过一些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抄党政治幻象 眼下沙皇陛下 需要他的民主派臣民支持 才能实现他对 统一保加利亚国家 宏伟蓝图的愿景 为此我们必须营造出 议会选举的幻象 在继续取缔 受欢迎反对党的同时 同时确保 亲政府的忠诚议员 获得多数席位啊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 抄党政治幻象的活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规制化 准军事组织 准军事组织的成员 都是忠诚的个体 他们已经具备 某种形式的军事纪律 并且随时准备 为国家荣耀而战 如果我们可以拉拢 这些组织 那么他们必将成为 可靠的人力来源 同时呢 我们之前一直在和这个 环节派提升关系 现在他们对我们的忠诚度 已经到达百分百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 合并环节派了 只要我们合并 掉这个环节派 那么未来 他也就不会对我们的政府 发动政变了 当然其他三个派系 都不会很高兴啊 不过没关系啊 我们之后再慢慢提升 他们的忠诚就可以了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规制化 准军事组织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有限妇女选举权 保加利亚女性 如今持续呼吁 社会进步与男女平等 民族主义者 已对此警告 这场斗争 不仅事关女性问题 同时也是社会发展 和国家建设上 难以回避的问题 鉴于此 为了在政局 完全可控的前提下 顺应时代进步潮流 我们将会赋予 已婚 并且未信仰 共产主义者的女性 有限投票权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 有限女性选举权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恢复 特尔诺沃宪法 自1934年政变以来 我国在治国理政上 并一直处于 宪法空悬暂停的尴尬状态 现在是时候正式恢复 特尔诺沃宪法的实施了 此举即可讨好我国公民 同时也可以在法律层面 为我国的专制政权 提供支持保障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恢复 特尔诺沃宪法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新闻自由 如今宪法已然恢复 那么我们必须确保 其所记录的权利 以及准则得到贯彻 通过准许 目前被查件的报刊 再度发行 我们或许将开启 与某些组织 进行合作的第一步 可以看到 将在接下来的365天内 禁止政府查见任何派系的媒体 这个没关系 这个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早在我们陛下选择这个新闻自由的国策之前 就给封禁掉了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新闻自由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创建战斗保卫者青年团 日前伯格丹菲洛夫提出了一项有趣的议案 即创建亲法西斯的国家青年组织 名曰战斗保卫者青年团 该组织亲近当局 并且忠于沙皇 在结构上则借鉴其他德国的青年团组织 菲洛夫坚信战斗保卫者青年团能发展壮大 并为我们提供可观的人力资源 鲍里斯 保加利亚 上帝 没关系啊 虽然国策里也说他是亲法西斯啊 不过我们的陛下 早已经把这个法西斯和这个共产主义都给禁止掉了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创建战斗保卫者青年团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换装现代设备 保加利亚现有的工业 仅仅是一些老式的小规模制造业和手工业 为了建立和发展现代工业基础 我们必须获得相应的设备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换装现代设备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协生保加利亚军备重整 因为那一条约的限制 保加利亚陆军脆弱不开 临近接壤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能轻易击溃我们的军队 我们必须通过谈判 尽快解除这个限制 免得当我们贪婪的邻居 发起下一场保加利亚战争时 我们无计可施 好的 又过了35天 到了1938年4月20日我们也完成了协商保加利亚军备重整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自从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以来 保加利亚国家的经济就一直在接踵而来的连环危机中摇摇欲坠 鉴于自己自足的政策早已被证明远远不够 所以现在是时候迈向经济自由化了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自由贸易政策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阴谋暗算 鲍里斯 我们曾以为鲍里斯沙皇是带领国家走向伟大的锐智民军 但他那专制到几乎于独裁的政权所带来的答卷 证明我们此前不仅大错特错 甚至还可能进一步败坏国家的稳定 作为保加利亚国家忠诚的公徒 将这个不称职的统治者赶下台 并重新组建值得人民信任的新政府 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阴谋暗算鲍里斯的国策 但是这个计划实行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说我们的沙皇陛下还是可以活一会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对英国亲近 保加利亚若想在此动造年代延续繁荣 则需有依赖欧洲民主大国之庇护 鉴于此 我们必须与英国政府展开会谈 磋商有关两国合作之相关事宜 好的 到了1938年9月28日我们收到消息 联合王国解除了对我们的军备限制 在和联合王国代表团在索菲亚进行了一场艰辛的谈判之后 我们已经签署了一项协议 英国政府决定解除对我们军备的限制 保加利亚终于可以开始重整军备了 没有时间浪费了 开始重整军备 那么这个军备限制的民族精神在我们国家也就消失了 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改善道路系统 就算王好听了讲 保加利亚的道路也肯定不算发达 这使交通运输困难而缓慢 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发展 能够改善扩展我们现有的道路系统 为解决我们的交通问题铺平道路 好的又过了新时天 我们也完成了改善道路系统的过策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吸引外国资本 另外一个是振兴民族工业 我们选择振兴民族工业 我们依靠外国资本来实现我国的基础设施 及功能业已经太久了 如果我们寻求自给自足 并实现我国的独立自主 我们就必须首先致力于投资民族工业和新工厂的建设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从长远来看绝对值得 好的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振兴民族工业的国策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就暂时不要选择国策了 这样呢可以得到一些政治点数 几个小时前 我们的陛下在参加完一年一度 全国拜占庭研究大会后 离开索菲亚大学 当时一名男子迅速走进沙皇 拔出武器 向鲍里斯连开竖枪 随后被安全部队击毙 几分钟后 沙皇鲍里斯与刺客共赴皇权 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展开了对事件的调查 并寻找对士军一事负有责任的人 据官方报道 罪犯持有保加利亚 德国和英国的护照 这些都使调查变得复杂化 大部分保加利亚人指责希特勒 策划了此次行动 人民内务委员会或者英国也牵涉其内 但是有部分人甚至敢于声称 保加利亚政府自身也和士军有关 属实令人不安啊 那么我们的陛下去世了 现在呢我们新的领导者 他是一个不称职的领导者 而且呢没有指定设政啊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持续太久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斐力亚一世沙皇归来 另外一个是成立设政委员会 其实呢这两个国策我都选过 不过呢和我们未来的计划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呢我们最终还是选择成立设政委员会 在鲍里斯沙皇去世之后 鉴于他的继承人尚且只有一岁 我们必须成立设政委员会 以代表年幼的陛下执掌国家政府权利 好的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成立设政委员会的国策 最后呢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中立政府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裁决巴尔干诸国命运 保加利亚已在邻国及欧洲强权的淫威下 太久了 鉴于如今时代变了 我各位已经远比巴尔干诸国更加强大 保加利亚终于有底气宣称自身的霸权 并勒令他周遭的诸国们臣服了 好的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裁决巴尔干诸国命运的国策 同时我们成立了阵营 大保加利亚联邦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扩建索菲亚大学 通过调配国家预算 资助保加利亚最富威望的高等教育学服 索菲亚大学设施的扩建 我们将扩展我们的人才库 这些我们将充分拥用的睿智头脑 好的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扩建索菲亚大学的国策 获得了一个新的科研槽啊 非常好 同时呢我们收到消息 希腊王国同意加入大保加利亚联邦 派往希腊王国以说服加入大保加利亚联邦的特使 今天已从希腊首都返回并带回了好消息 他们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他终于加入了我们的联盟 大保加利亚联邦更加壮大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重组军事工业 我国军事工业过时且低效 目前只能生产过时的装备 我们必须赶在为时过往前 趁早进行现代化建造 好的到了1939年 11月23日我们收到消息 南斯拉夫也同意加入我们的大保加利亚联邦 非常好啊 我们的大保加利亚联邦更加壮大 好的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重组军事工业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重建军队 我们如今正被众多潜在的敌人还四 正如历史残酷的指导我们那样 如果我们想在未来战争中获胜 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 并研发先进战术至关重要 到了1939年12月28日我们收到消息 土耳其也同意加入我们大保加利亚联邦 非常好啊 欢迎 好的 又过了70天 我们也完成了重建军队的国策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时间已经到了1940年2月25日 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大保加利亚联邦已经这么大了 我们相信 即使是在我们离开以后 我们的保加利亚也一定会更加强大 并且呢我们年幼的陛下虽然他很年幼啊 但是他有这么多的忠臣良将所组成的摄政议会 相信我们的国家最终也会没事的啊 并且呢 只要我们继续往下点国策啊 我们也会点到巴尔干的普鲁士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加更加的强大 看到这里啊 可能有观众会不满意啊 说为什么停在这里 啊这不要担心啊 你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啊 我们这个希腊 土耳其 保加利亚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我们会如闪电方归来啊 但不是现在啊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也就先到这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个赞啊 再订阅啊 这样就可以以低时间 释放到我最新的视频了 那么咱们就就这样啊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这个新出的 博斯普鲁斯之战的 这个DLC的三个国家 我们也是都玩到了啊 当然啊 这个玩的都不是很好 没办法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继续回到KR啊 那么我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玩这个KR的 奉天政府啊 也就是张作霖 那么也是告诉一下大家啊 就这样啦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啊